六十九集开放了英雄武林风云路 机智比普通的稍微增加了一点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变化 一号Boss 关继城 该赌的技能略有增多 都有红圈的提示 注意走位就可以了 引武技能的时候 斩铃会分散到两个角落 需要定点的入口进入到挑战 三十秒内要打完 二号Boss 隐闲 这个Boss反而成为了难点 茶一直积累的速度会变坏 百分之九十左右就得喝山泉水来解除 奉茶的小丝则必须根据诗词的顺序 一一击杀才会掉落山泉水 小丝只会存在二十秒左右 对不上就告辞了 有时候这个诗还挺难的 诗句其实是固定的 记住 万古仇 辽贡辉 吴相亲 空对月 成三人就好了 这个Boss要不断的走位打小怪 所以输出可能会有点吃紧 三号Boss 楚相遇 这个Boss跟普通差不多 增加了一个暴风雪的机制 冰雪会砸下来 地上的火可以抵挡低温 其他的就注意九天燃冰焰的时候 及时躲冰柱就可以了 四号Boss 刀狂 和普通的差不多 百分之九十血的时候 雪盒在外面遛Boss 其他人进里面打小怪治疗白剑 增加了一个刀狂失去理智的机制 里面的人到入口处减真实之力 然后自动传送到外面 用技能攻击刀狂到破定就可以了 英雄武林会掉落67阶的百炼和独针的装备 有签字多的话可以考虑打一个三四 我是雨萱 点赞关注 一起玩好玩的游戏